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也都可以叫凤姐 你是这样子称法 所以像凤凰卫视的男主持一般都叫凤凰男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可以叫前度凤姐又重来 你知道凤姐这几天都在议论 他是怎么又再度火了起来 最近美国的纽约时报实际是个深度报道 做了一年的调查 就调查在纽约的这个美甲 对 又婷我看你指甲 你瞧瞧徐老师 这就已经到了 它都不是一个色 你能说说你为什么食指和小指要是这个颜色 其他三个指头选择另一种颜色 这是什么思路 就不一样 就是不让它全部都一样 不然太闷了 对啊 所以就挑了几只不一样 女人这样弄了 觉得自己就是更有魅力 更美丽 搭衣服啊 而且我每个月去换一次 我觉得心情就换一次 那你知不知道没几个男人注意到的 没有关系 自己开心就好 对啊 基本上我是觉得 女的做指甲这件事情 还搅指甲呢 对 男的还真 真从来不注意的 无法理解 真是无法理解 所以我就 男人有什么事情做了女的 男人自己很注意 女的不注意的有什么事情 玩车 你的车换了什么 语情 对 然后换了什么重低音喇叭 我感觉不出来 不就都听radio 对音响也是 对 常常说你会觉得今天 贝斯很重什么 没感觉 我买音响 听过女的帮我做参谋 这巨大的差别 一脸茫然 对 一脸茫然 所以其实 无数的追求完全 所以过去都说这个 男人粗心 女人细心 其实这个分法太粗了 我是发现呢 大家都粗心和细心 但是粗心和细心的点 完全不一样 有的时候要照我们男人 讲究的东西 我去问问女人 我说你可真是大大咧咧 操了哇唧的 就根本不在乎 但是你看 跟美容 跟美丽相关的 她的敏感性比你强多了 但是美容呢 其实男的也还是看到 对不对 尤其是某些部位的 脸啊 什么男的还是看到 我最近看到一个节目 他们一个很漂亮的女主持 后来他们就说 她是多少次 她整成的 你们大概知道我讲谁 简直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 但是指甲这个事情 真是 太细微了 是吗 不是 不过女孩子剪个头发 男生都翻发 你搞张牙舞爪 这干什么 他是一种什么 这是在一种心理学上 或者生理学上 该怎么解释 就是你描眉画眼 更美丽 对吧 包括你看女人 为什么涂口红 这个也都有解释 因为这个口红 它就模拟这个性的 这种气息 象征 但是你这个指甲 弄成这样 你更是 就是它是攻击性 它是个什么信号 对 指甲是可以这个抓人的 你想太多 利爪嘛 纯粹就跟你买衣服 搭鞋子 鞋子包包搭 颜色搭鞋子 搭衣服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搭配的感觉 也是一种招摇了 就是 就是 但是而且徐老师 我跟你说 真的还是 很多时候啊 男人的很多作为 女人也都是 完全不可理喻的 你像 你比如说 有那种老夫老妻啊 两个人都混成老夫老妻了 然后这个男人 突然间找着情人了 老房子着火 没法救 你知道吗 但是就跟这个老婆 这老婆其实都有点疲倦了 你知道吗 这老婆就跟他 跟他语重心长的说 说我知道 你是又是老房子着火了 但是我就不理解 你一次一次搞这个干什么 就说 你跟我离了 你再去找一个 最后不还是这样 最后不还是这样 你忙过什么呢 你看这也是女人 有时候很难理解男人 她那个我心狂野的这块 你说是不是 是啊 我是不能理解 所以我才每次要来节目中 和你聊聊 要控诉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但是这个中国现在流行的这个按摩 这个 美甲 就是那个 怎么说 脚底按摩 俗语啊 什么的 跟这个美甲这几样 现在只有美甲打进了美国 我一直在想 因为你看中国原来按摩 这个脚底按摩也没有的 文革的时候 根本从来没看得过 现在全国遍地开花 他们不是说这种 有一次哪个领导接见 说有几千万吗 就是做脚底按摩的全国的 几千万啊 你想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阶层 可是现在这三个东西 这个按摩这个东西 始终没有进入美国的 我都搞不懂 为什么没有人 商人去发展这样的商机 不是说他们不喜欢 西方人 我有问过 他们说旅游的时候 例如说他们来东南亚 他们会觉得 听说脚底按摩不错 他们愿意花个钱去 但是如果你让他像我们这样 就是什么 一两个礼拜 你累了就去 累了就去 他们觉得这个身体 是不可以被太接近的碰到 他们对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范围的 就是你不可以跟他 太多的肢体结束 所以他觉得 他付钱让你这样做 他其实没有舒服的 他SPA到处也还是有生意 但是搞得非常贵 非常非常贵 而且我真的体会到 我弄过西方人的这种SPA 他就是我觉得老外的女的 这也是女的 老外的女的 弄得还真实就没东方人弄得舒服 你这个东西 你看徐老师 我每次去美国住的酒店 有时候有好的 有时候有差的 但是我每次都有一个 很强烈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美国人 他倡导自我服务 就很多事 你比如说 你说咱就觉得酒店 能不能运运衣服 他好像他不是说不能给你运 但是种种的不方便 都是趋向于 你应该自己运你自己的衣服 自己洗你自己的脚 对吧 你足底自个儿跟自个儿捏不捏吧 他好像不太习惯这种 别人伺候你 他整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 这么一种文化 就自己的事 尽量自己做 所以你看老外 连这个房子 他自己油漆房子 他花出一天的时间 他觉得这是个乐趣 甚至他自己盖房子 像咱们 那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 做威作福 就弄一帮奴隶 哎呀 伺候就我 即便自己在外面也做奴隶 没错 正是因为自己 徐老师讲的很深刻 正是因为自己在外面做奴隶 做酒了 回家才要做主子 或者他 偶然请个工人 那吆喝劲啊 没错 所以大家对主子的感觉不一样 就说中国人 我们可能就是有了钱 或者有了地位 我希望就是看别人服务我 我觉得有主子的感觉 但是在国外 他是如果我可以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我才觉得那是有 做主的感觉 就是反而是这样子的 所有这些道理都对 直到出现了凤姐 凤姐 对对对 前度凤姐又重来 要说这个凤姐呢 我跟她呢 还真是有点差点碰上的一个缘分 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去的美国 他因为什么呢 2010年的时候啊 我去了纽约 当时呢 这个朋友 其中有一个朋友 是纽约一个中文电视机构的一个人 他跟我聊天 他还说 他说哎呀 可惜你明天走了 要不你明天跟我一块去面试一下凤姐 我说谁 凤姐不是国内的那个人吗 他说是啊 他说他要来美国 他来到我们这 就我明天要跟他面试 所以你看我脑子里有个印象 就是那这个第二天 凤姐就到美国找这个中文电视的面试 但是最后呢 他出现在了这个美甲行业 就每天干十个小时听说 而且还是一部这个励志的历史 最开始在那个布鲁克林黑人区啊 就做呀 到后来人家凤姐现在打入曼哈顿 曼哈顿二十三街 据说是韩国人开的美甲店 二十三街也不是什么好地段 对他说已经比布鲁克林好很多了 他说要到真的很上城区的话 他说他是做不到的 我看了那个时报那个地图啊 他说你们觉得Starbucks到处看到吧 然后他那张图上 大概有四五六七个蓝色的Starbucks 然后同样一张图 几十个红色的美甲店 他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因为上东区 别的地方你可以说 因为纽约是个国际城市 移民多 你可以说他服务各种各样的人 上东区就是美国白人集中的住的地方 他们就这么喜欢去到一个美甲店 这个真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就本来是纽约时报 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一年调查 就是纽约的美甲行业的报道 比如说有这个客人有时候挑剔你啊 被老板欺凌啊 有这种现象 然后呢 这个不是说凤姐上了纽约时报 而是纽约时报发了这个报道之后啊 这个报道还翻译成了三国文字 其中有一国中文 然后呢 纽约时报中文网就为了这个呢 去访问中国籍的这个人 华人嘛 就访问了凤姐 凤姐的这篇采访 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出来 这传回国内 然后有47%的网友表示 忏悔当年对她的嘲笑 什么百分之多少的网友 表示对她油然起敬 就是凤姐现在成了一个高大厦 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凤姐的微水史 你再看看当年凤姐在去国之前 在去美国之前 是这个福荣姐姐 人现在也不同往日了 福荣姐姐现在做了一家 什么公司的CEO 好像是什么传播公司的CEO 你知道吗 我这两个人我老搞混 当然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形容 有些网友说话就比较损 说福荣姐姐早就从凉了 我说人过去也不叫不从凉 是吧 然后中间这个是需要从凉的 苍景空 那边你看凤姐 就是当年这三个人同台 苍景空也是一个奇观 真是 苍 然后这个凤姐当时 豪言壮语 说我在哪工作 我工作的那可是世界500强企业 加勒福 超市收银员 这个凤姐 你再看下边 好 凤姐到了纽约 这个你看 美甲 感觉这个美甲店里好像没空调 那你再看 凤姐 这像是服务一个肤色更黑的一个客人 凤姐累了 就是凤姐 人家就说凤姐也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 一个实践者 最初的时候一个礼拜工作六天 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就这样 人家凤姐现在要当创客了 就凤姐自打这个纽约时报中文网 把这个报道发出来 凤姐就又有动作 说现在要融资一千万 搞这个网上美甲行业平台 已经有27个投资者 据说跟他在网聊 在网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 bi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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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网友们啊 看了报道之后 有的人就说 就说是怎么说呢 这个之前觉得凤姐这个人啊 满嘴跑火车 脸皮厚 没有羞耻心 可是现在觉得 他一直在努力的保护自己 不停的学习 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之前的过度自信或者自大 源于生活的坎坷而过度自卑 总之祝福他吧 当我们在嘲笑他的时候 他一直在不断努力 现在凤姐是正能量了 我觉得他是有深刻在生活了 我看他那些 因为我觉得他那些访问 不是你可以装出来说的话 而是你有经历 你有这个在美国认认真的 而且他很观察 他可以知道说自己这个美角行业 到哪一个步才是这个 才是一个进步 或者是说他还说我空闲时间 要学英文等等 我觉得都生活磨出来的 就是我也可以感觉到 我就说为什么我说很像我 因为你到香港也是 你得学广东话 这个东西哪是说是 还有时间什么上课啊 什么就是空闲时间 坐地铁上火上班之前 中间你就听录音带 硬讲 在家里面硬学 然后工作十个小时回家 吃个盒饭再看港剧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生活得磨出你很多的意志力 而且呢 你看我现在也有一个感觉啊 当然我对西方人也不太了解 但是据我所知 美国的奇葩呀 比中国一点都不少 所以实际上有时候你得这么想 就说咱们的很多这个人呢 是不是太有闲暇时间了 就会说哎 那天我还想看见一个心理学家写篇文章 说胡适说啊 说我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我有三个标准 第一就说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第二这个社会是怎么对待妇女的 第三这个社会啊 闲暇的时候人们都在干什么 还是我心里想 因为当时就有这几个新闻嘛 我心里想这几个问题刚好新闻都能作答 怎么对待孩子的 就前一阵那个神经病那五疯子 当街打那个三岁的孩子暴打 是吧 怎么对待女人的 就那成都那个那个手巢的女司机 当然那女司机也不对了哈 但是你看就用打的这种方式来惩戒他 然后更重要的不是打 而是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 支持他打 对说打的还轻了 对吧 然后第三条 闲暇的时候 他们都在干什么 脚底按摩 不是 闲暇的时候 他们都在人肉 他们都在八卦 所以你看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于前几年 精神按摩 不是 像凤姐 像芙蓉姐姐 你现在想起来 实际上是有点小市民少见多怪 你就是说太爱八卦了 其实你看 因为美国那个奇葩 那种二的 蛤的太多了 你看那个有的时候 他们原来那个谁 就是有一个艺术家了 住的那个楼 好像那里边都是疯子 你觉得 可是你知道 就好像在这个西方的社会 包括法国 我觉得人们往往对这种个人的比较奇葩的人 就叫一个反应 就是一笑 一笑 对你很有善意 但是完全你不会成为一个 占据了人家所有闲暇时间的这么一个 一个关注对象 所以在美国奇葩根本就没用 你对老老实实干活得了 对吧 你还能怎么奇葩呢 美国什么人没有啊 是吧 美国肯定你展现个性 因为说明我们多少年 还比较统一化 集体化 是 整个一个社会结构 所以你做了一个事情 其实 那个凤姐 她当初讲的话 比方找男朋友 什么要求高学历 说她以前的女朋友 不可以有多歹死啊 等等 那些话如果换成一个 我们说白富美啊 这样的话 大家觉得很正常 只是他们觉得 你你这样 其实她是很长得极普通了 你也不能说她不好看 他们就觉得你越位了 另外呢 她那个经历呢 也是我想起以前 我有个朋友许继琳讲过一句话 她说在国内呢 人人都要做人物 在国外呢 你首先要做个人 你看凤姐的经历 很好说明这个 她在国内就是个人物啊 她这样做就是个人物啊 她到了纽约呢 她就得做普通人啊 她的经历 其实没有什么稀罕 所有的人 每家的人都在这样做啊 对不对 你讲的这个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啊 就是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夺奉姐之父 我觉得真是像你说的 她在中文世界里 她一被人关注 她就想做人物 她你看到了美国 这些年 没有人知道她的信息 你看她接受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 完全非常正常的一个人 对吧 就是说话也是千和有理 对吧 该怎么着 就像一个修假的一个工人 好你看到了美国 她就是做人 但是你看 真的是像条件反射 这次又火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使得国内啊 又把凤姐炒成了一个话题 你看凤姐 哇 她又有做人物的梦想出来了 说我要融资一千万 那么多商人融资的时候 她态度可能又不一样 我要打入华尔街 说什么 这几天还说呢 说我比巴菲特有投资头脑 这两年我在美国 认识了很多接触的人 我要见奥巴马 对不对 我就说 他让我想起 有一些中国人 你知道吗 就是当年跑到美国 洋插队 在美国呀 就老老实实当孙子 就没人注意他 对吧 但是呢 一回国呢 你就觉得哗一下 他起来了 我在美国 哪个哪个大学 请我讲过 他就开始牛 但是为什么凤姐当人 在中国当人物 他也可以能挣钱 但他宁愿到 美国当个普通人 有些人是说 我在中国就挣半天 我也当不了人物 这也是我的问题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在你就算当了人物 你也没有尊重 你没有被尊重 我觉得他是像那个以前香港一个公雪花一样 公雪花说过一句话 我记得他选美的时候 他不是年纪很大选美吗 他就说你们都在玩我 我也在玩你们 其实我觉得凤姐 他知道他的出名 是你们在嘲笑他 所以他知道你们在把他当丑绝 所以他想改变这个处境 你们俩讲的都都好 你这就是他还真的就是他自己说的就是这样 其实你看这个凤姐当时讲 就是说我对吧 这个学富武车 对吧 我主要研读这个社科类的这个学术书籍 比如说故事会啊之音什么的 对吧 你觉得一个人 他是傻子吗 他有可能是故意这么说的 就像你说的 你们玩我呀 我也玩你们 那我现实我得到了一个知名度吗 在中国有知名度 据说能变现钱 对吧 但是呢 你要知道又听刚才讲的也有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他仍然是会感到受到欺负 对 你们都在骂我 对吧 你们网上你们都骂 帮我骂成什么样 有些人说什么 什么什么当年错过了马云 现在不能错过凤姐等等 就是全是拿我的相貌 在美国不会有人 这是政治不正确 不会有人歧视别人身高多少 好 然后他又感觉受到了欺辱 所以这也是他自己说的 我去美国的一个理由 他说我去美国能当人 美国 你看他到现在他都说 我喜欢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平等自由 人人都是平等自由 说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待着 在中国待着他们老骂我 他们瞧不起我 他们面试我 所以我觉得很讽刺 因为美国人自己觉得 他们的种族其实很严重 但是一个中国人到那边 他认为还不如中国 就是还比中国好 你们已经觉得 这边的种族其实很严重 虽然他在中国 已经被很多人关注 对 而且还被关注 迷人还觉得自己被歧视 他现在在美国 你看他受韩国人的欺负 那个好的美甲店 都是韩国人的老板 对不对 他里面还讲了一大堆 福建人在纽约的 歧视别人 跟被别人歧视的过程 对不对 有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但是有点性质相通的 你知道国内有很多的 很有钱的人的小孩 很高官的小孩 他有时候也送到美国去 那个促进跟福建 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相似 他们也是避免 他们太早的做人物 而是让他们先去做人 你瞧 有些人就这样说 为什么送他出去 他说不行 在国内要变坏 让他出去 到了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 用化名 只有极清静的朋友 才知道 他实际上是谁 你爸爸妈妈 为什么舍得 让他去到一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 他是人物 他明明是人物 就是说 我想背后 大概还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 做人物先得做人 我觉得背后 你要这么理解 就是人家这个凤姐 宁愿在美国做人 也不在中国做人物 难说 他一旦有机会 就会来做人物 这是风骨 燕雀 安之洪湖之志 对吧 当然你就国内架不住 你们忽悠 你看你们一抬他 他马上又抛起来了 他另外讲了一点 然后促进中美友谊 对就是 他另外讲了一点 我觉得也有 他说 在中国什么事情 都要做人 就是靠关系 他说这点我不擅长 但是在美国 我只要付出我的劳力 我可以换取 我的生活所需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我觉得有感触的 就是你发觉你的努力 你的专长 在中国不见得发挥 在没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之下 但是所以变成先做人再做事 但是在美国 当然我相信有一个层次的社会阶层是需要这样 但是你也可以一般的平民 你可以做事 你就获得你该有的自尊 该有的生活条件 你想要更好 你就做多点事 没办法 再去做人 没办法 只能先做事 做人做不了 我觉得这是你可以把握的 但做人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可以自己把握的东西 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是对凤姐进行一个自以为是的心理分析 因为她的心理我觉得有两种人格 她一种人格 你看就是踏踏实实做事的 但是另一种人格也是她的梦想 所以你像有的网友就讲 就是说她之前 她这些自大也不见得是吹牛 你知道有时候在中国发现越是出身社会底层的人 她是但凡有点机会 她是真心的有非常大大的梦想 真是小小的鸟 有大大的梦想 你记得那个旁麦狼吗 这是我的滑板鞋 大家也把人家当笑话讲 可是你看这个记者采访 她就觉得我是周杰伦 对吧 周杰伦跟我也没一比 她就会有特别大的一个 甚至她说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个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又婷就你说这个问题 就说她假如在中国混得不错 为什么要去美国 刚才咱们讲了一方面是精神上 人格尊严上的一个原因 但是是不是 我现在也有些怀疑 有人说当时凤姐在中国混到出厂费30万 经纪公司拿了29万 就像你那样小说 对 我感觉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因为她就觉得 我不知道 我猜想 我不知道她经纪公司是这样 但是我的确有碰过那种经纪公司 在外面喊的是天价 然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家庭 原来是这个天价 等到拿到我手上 别人再说原来你这个天价 那到我手上那不成比例 对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在中国 你有合约吗 你没有合约精神 就是我怀疑 她是不是在中国 真能靠这个瞎搞挣钱 或者挣大钱 或者是一个可持续 可稳定的收入 可能也不一定 我觉得也不一定 我觉得 而且如果在她知道 这个东西是 我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才赚得到钱 谁可以每天把自己的 就是除非你enjoy 很享受自己 是当丑角的情况 如果不是只是为了生存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人可以违心 我想这个凤姐是一个特例了 但纽约时报的报道 就是用意识 他指出纽约这么一个世界繁华都市 存在的这样一个 种族地层的产业链 或者说服务行业的一个链条 揭示了他们很多的社会问题 我是由此联想到很多很多 没有成为凤姐的中国的老百姓 到海外去的生存状态 这是我是很感触的 这跟以前很不一样 现在是两个非常极端的 这个矛盾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吧 你你到我刚到纽约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美加店里 或者China Town里 很多中国人在很辛苦的打工 但同时呢 Wordoff又是中国人买下来的 对不对啊 这个中国的公司买在美国地标酒店 那是中国买下来的 纽约当代博物馆里边 现在常常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家 画一较较多少多少万 很两端的这个这个极端 去希腊吧 我这个感受最深 我其实以前讲过 当然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游客很好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景象 我就一直没有忘掉 海滩上睡了很多人 就穿的急扫急扫 能怎么扫就怎么扫 对不对 但是就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从头到尾都抱住 连脸的毛巾都抱住 他们就帮人安门 是中国的浙江啊 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 因为他们怕晒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一直呢 你想这群人在那么多海滩的 这个天 这个 这个